哈喽,大家好,我是游夏 今天咱们来做一款非常仙气的美甲 首先呢,小拇指,中指,大拇指 用46色水晶透色里边的02号 薄薄的打了一边底 然后五名指和食指用到的是41号色 这41号色涂一遍感觉没那么好看 但是两边效果非常的好 咱们涂一遍,然后照灯 再来全部上第二遍上色 大拇指的颜色是一个要比乳白色 还要灰色系一点的颜色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显手白 冰透色系真的是没挑 适合任何复制 然后咱们小拇指做晕染啊 同样用41号对角去涂 然后用咱们的彩绘笔 沾了加固胶去轻轻的拍 把它拍开 然后咱们中指同样啊 只不过是晕染的位置不同 如果颜色太浅 咱们可以照灯再做第二遍 这里的第二遍我给忽略了 大拇指的话呢 是一个斜向的晕染 方法是一样的 只要是把它轻轻的拍开 让它自然一点就可以了 做好以后照灯 咱们把咱们那个进口的欧果粉拿出来 给它铺在这个甲面上 大概围绕着这个晕染的位置就可以了 接下来然后用小腰筋的一号色 给它局部搭配一些这种器材的亮片胶 然后因为咱们晾片胶也是铺开的 然后这个欧果粉也是非常薄的 所以说咱们接下来涂擦起风层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涂加固了啊 擦起风层涂好以后照灯 然后擦掉浮胶 擦掉浮胶以后呢 咱们拿出咱们的棉细这里粘钻胶 这个棉细这里粘钻胶是不流动的 粘平底钻 尖底大钻小钻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搭配好以后呢照灯 然后大拇指我用到的是这种镀针筋的饰品 然后咱们小店里面都有啊 可以去看看 无名指和食指的话 上了棉细风层 照灯30秒 蹭了这个粉色的固态激光粉 蹭好以后把边上的粉扫掉 上加固胶 或者是底胶都可以包边 然后一定要包边哈 然后咱们照灯上磨砂封层 这个我最后就是磨砂封层的了 图好以后再照灯一分钟 棉细这里粘钻胶搭配饰品 这时候搭配饰品咱们就要注意啊 不要有多余的胶 不然会不好看 最后包边填缝完成了 学会了吗 我是游夏 记得给我小心心哦 爱你们摸摸的